提到新能源 很多人会想到动力强劲 节能环保 也有人会想到安静舒适 智能科技 但是总有一些人会觉得 在座椅底下放一大块电池有辐射 天天在外风吹日晒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发生自然 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的统计数据 2022年第一季度 因为新能源而发生的火灾 比去年上涨了32% 平均每天有7辆新能源车发生火灾 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吓人 但是中国工程院统计的数据又显示 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 是万分之0.49 2020年降到了万分之0.26 而传统燃油车的火灾事故率 是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二 相当于新能源汽车的5倍 那从统计数据来看 新能源发生自然的概率并不高 只是大家的关注度比较高 每当有新能源车发生自然 基本上都能登上新闻热搜 或者是在各大自媒体平台 争相转发 各路车评人开始分析起火原因 汽车厂家忙着发布声明 解决公关危机 而当一辆燃油车发生自然 却丝毫不会吸引大家的目光 之所以大家对新能源要求这么严苛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自然发生时 车辆的状态不一样 车里方依然物品 这些外部因素 我们暂时不考虑 燃油车自然大多都是老车 电路油路出现老化 或者是一些改装车 而电动汽车发生自然 大多数还是原厂状态的新车 或者是准新车 也就是说燃油车更像是过了质保期 才会发生自然 很大原因可能是车主日常保养 检修不到位 而电动车则完全要看车辆的出厂情况 一旦发生自然 舆论的焦点会直指车企 非常容易把吃瓜群众聚集起来 展开讨论 第二个就是新能源车发生自然 比燃油车更加危险 燃油车自然往往是由点到面 彻底烧起来 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早期可以利用灭火器进行铺救 除非是发生严重的事故 直接烧到油箱 车内人员又刚好被卡住 否则一般不会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 然而电动汽车一旦起火 大多数都是因为动力电池 要么是发生事故 底部的电池包受到了磕碰 要么是在充电的时候 电池的热管里出现了失控 离电时一旦发生燃烧 会瞬间释放出禁人的能量 甚至还可能会发生爆炸现象 很多小区都会张贴 禁止电瓶车上楼的公告 上面一般会写着 夺命仅需十秒的字样 另外燃油车如果出现自然 一般会有前兆 比如说会先冒烟 然后会出现交互味 如果车子上了年纪 车主留个心眼 很快就能发现 但是新能源汽车的自然 没有明显的前兆 和车子的连线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一旦发生就是爆炸 逃生的时间非常短 新能源汽车的自然率虽然不高 但是一旦发生自然 却非常危险 这也是液态的电解液 先天的缺陷 即便是厂家做出了各种阻染 防水防装的保护 电池冷却 热管理系统越来越先进 但是依然无法阻止 从电池内部发生短路起火 所以才会有人研究固态电池 把电解液从液态变成固态 彻底解决电动汽车 起火自然的问题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